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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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事气象既实用用炫酷的六个通勤小技巧今天分享给大家废话不多说咱直接上采椅走着 大神们推自行车啊都非常的讲究要求呢占用空间小推车的时候足够的灵活 哎 这个时候呢我们进个电梯口啊什么的也不会影响别人 咱这个推车方式必须要学会咱继续延展一下这个推车的动作哈 不仅能够转向自由咱还可以推上推下 哎 你看 推上来 推下去 你说这样推个七八成龙 我也觉得不累啊 站立骑行这个动作 对男人简直太好了 我不说 你也知道 另一方面 站立骑行的操控 非常的牛啊 坐着能做几个动作 所以站立骑行必修可 胖胖胎车加上咱的站立骑行 骑沙地 从容面对 哎呦 哎呦我的妈 演示错了哈 因为我骑的是胖胎车 所以咱撞下来了 其实我想给大家演示的是抬起来 慢上 慢上这个动作是跳上去障碍或是跨越过障碍 不是传统的撞 这样撞上去除了胖胎车不破胎以外 其他的车子非常容易破胎 所以咱要用上慢上 熟练的掌握慢上之后 咱可以上很高 咱不能光上 要会下 这个外行根本看不懂 这个东西慢下 再不懂 我给你下个更高点的 你肯定就懂了 没有那么震 这个是推下来的 就没错了 哎 咱在马路上骑车的时候 经常因为被汽车 跌到这个马路边上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利用双支跳 跳到这个沿上 走 哎呦我的妈 这个动作除了能跳上去以外 还可以跨过去 这个动作其实上 哎 也很实用 来了 坤哥给咱提升一下难度哈 定车这个动作很多人都见过 这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简单 但是呢 你还真不一定能会 这个动作太实用了 等红绿牛你根本不用下来 咱想走的时候就能走 行动自如的感觉太哇塞了 本期给大家分享了六个 既炫酷又实用的小技巧 这几个技巧 我不是光带自己秀 往期又详细的教学 看完保证你也会 感谢观看本期 回哥教演期 那我们下集合 别走 不着急 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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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